《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 啤梨 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各位網友 第三節的《啤梨晚報》 我就做完這兩節 第三 第四節的嘉賓主持 亦都上來了 希望各位網友 為我葬行職 現在繼續課金 公祝我五十七歲大壽 今天就是我五十七歲大壽 其實 還有三年了 是不是六郵卡 六郵卡 六郵卡 到時有沒有兩元 我都乘二 三年就很快過 其實一輩子都很快過 所以真的不用那麼害怕 各位 做你想做的事 追你想追女兒 盡量多點時間 享受一下這個只有一次的人生 享受可以很不同 有些人喜歡去賭錢 有些所謂的旅遊 各個都不同 盡量啦 有些東西不是很值得的 譬如說 我一定要買一層樓 安居樂業 我又要買個領車 又要住間大一點的 又要住得豪一點的 屌得比Jennifer的厲害 那就很痛苦 我要做那個什麼施展會 這些都是無限追求的 隨遇而安 開開心心 最重要是課金 好了 湖南 這些根本很普通的東西啦 其實這些從來在每一個省市國家 地方台灣香港都有類似的東西 有一間私人影院 近日被人爆料 華園內有提供美女助教 陪體 和解說電影 香港以前都有 好了 無底限陪視的服務 引起外界關注 他還出了一個APP 看看這間戲院的官方APP可以發現 價格和套餐內容是五花八門 影院的工作人員還透露 在基礎服務之上 只要隨著價位提升 還有很多方法的 服務的內容豐富多樣 石咀也行 摸胸也行 出街也行 他們的slogan 好東西啊 只有顧客想不到的 沒有我們做不到的 好啊 這些真的行啊 這些真是飼養啊 這些 只有顧客想不到 沒有我們做不到 這些 所以我都說 不是說什麼 我們中華民族 每一個民族 我經常這樣說 當然有一個政治處 你說到這一番東西 你哪有人跟我們玩到呢 你什麼越南 什麼富國島啊 什麼日本啊 什麼大九寶啊 你什麼 價值昂冷咎啊 老實講 你說如果 荷蘭那條 Red Light District 真是紅燈區 都可以成為景點的 你想想 香港口街出來啊 你想想 我叫小姐 如果我是個東莞 Group 市長 你想想 小姐呢 除了進去被客檢查 被客馬在外 全部都站出來 荷蘭你好不好 全世界又嚇了 全世界又嚇了 全國又嚇了 荷蘭你什麼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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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做雞 客人還可以加價要求特殊服務 例如 不同情景的觀景體驗 什麼叫不同情景 不是 不同情景 即是 可能一講這些就行了 可能 在車廂 地鐵 看戲 在醫院 病床 看戲 這樣 不同情景 也就是情景 那又可以指定遵教的服裝 電影工作人員介紹的電影院 候想如果θε 萬物買三個操骨室存的服務 總和 venture Talent 아이� racing 還可以將美女帶出去 他在外皮上工作 逛街拍甚麼都不理 但電影院只是提供合法服務 據說 的這樣的網友 甚至 advisor 能扯上他的手探 وت management 扯上這種肩膀內 弄一抓的 Pend login 不知道 他叫你,老實說,現在大家想像一下,男人都知道 摺了入圍,已經暖暖的了,暖暖的了,暖暖兼圓 然後就突然摺了一顆的,哦 一顆的開始大了,然後弄一下,撕一下,好像山蠟球一樣 然後把牙齒按下去,但這個很難小心,因為很難痛 你很大力一點,肉緊的嘛,山蠟球,好冷靜 好了,根據內媒報導,現在這些類似的私人都拍了很多 明是陪玩,看電影,老實說,你說是大水漫灌的 雖然這個,我看看習近平是甚麼時候,這些東西有了 真的不好,你被人找下吃的,消費來的 好了,都說了,你越自由就越上了,經濟很簡單 如果你想,你現在又要搞回頭,何必呢?打死他又搞回頭 你不要打死他,就沒有輸了 好了,那另外,根據工作人員說,具體的服務 你可以來本店了解,電話不方便說 他有三百塊的座教,和四百塊的座教 他說,當然外貌身材都不一樣了 等於以前你去all model 就是,model都貴一點,問題是甚麼都是說model 屌你了,個個都說,肉酸一點都是model 好了,根據私人整卷項目標價方案顯示 有,甜心寶貝,初見傾心 初見傾心 肉,肉軟花油 肉,就是一個肉,是肉 肉軟花油,深夜特惠,等等的吸引標題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那大家如果去開,不是很久 如果一乘高鐵去湖南可能幾個小時 很快 我不知道,很快 讓他去玩一下 好了,另外,我們講回北海道無頭之案 即是說,那女兒出去和人在Standing做雞 然後呢,誤老禮別人,別人說她不知一句甚麼 她約那男人出來,殺男人去割頭 然後還叫她老爸老母,回來幫忙分屍,等等 而她老爸呢,是一個心理學專家 大家記得那件事啦,OK 好了,現在是第四天的審訊 其實她老爸老母呢,都不是告謀殺的 都是告她協助,我想類似那些甚麼 非法處理屍體那些案 但是去到老爸老母,即是我們很多人就會懷疑 那她老爸老母見到那女兒這樣 你不會制止的嗎?還去配合她? 或者就算不要說一早就應該要教她 你是審理醫生來的嘛 那都不是在說那些事 那我們看一下,譬如老爸田村修 在十月一號出庭的時候呢 控方播放過去勸女兒去精神科就診的錄音造證據 所謂應該是辯方 在七分鐘的錄音裏面呢 聽見她的女兒田村流內呢 不停地叫,你快點去死吧 遲早就要殺光 要殺光 要殺光 總是在那裡吶喊 真是瘋了 那 後來還指控她老爸 堆壞我妹 你殺了我妹又不負責任 田村修解釋 她的女兒是有新西亞路路等多個人格 在新西亞的時候呢 她就會指控她老爸老母殺了我妹妹 喏 她老爸是一個精神病科的權威來的 要你老母是 原來你女兒有多重人格的 那你一早是不是應該要去治療啊 還是怎樣呢 其實她本來是脫不了關係的 她的老爸老母 就算不可以大罪 喏 田村修因為協助女兒作案 給檢方起訴 她說她對女兒反案計劃毫不知情 只是說她當日 她經常說要女兒回來 說要殺死者的時候 她都不覺得她真的會執行計劃 直至她7月1日 2023年7月1日 出去作案的時候 她也不知道女兒外出的目的 當她接女兒回來的時候 在家中的玄關才知道 女兒帶了人頭回來 那針對協助的女兒拍攝死者 投播的影片 她說如果那時候不拍攝 會擔心女兒情緒失控 OK 我也當作為甚麼 你不報警 是吧 其實她也是很癱惑的 她 老實講 這個世界很荒謬 日本這樣的國家 這麼平靜 這麼好知甚麼的國家 她是沒有的 一出就很極端 這麼極端的 吃人魔 那些 好了 好了 河蘭明宿利斯堅斯 2018年兩屆世界盃 一代猛將來的 那你就算看回她 除了世界盃兩屆亞軍之外 她亦都幫阿職士 那個時候阿職士 拿過三屆歐聯 亦都幫過 何甲那些都不說的 那幫過巴塞 都捧過歐洲杯醉冠軍杯 之類 那七十三歲 是 真是沒有辦法 真是 不知道 顧魯夫也是不長的 不明白 因為他們是荷蘭球員 很北極 好了 最好是這隊 各位網友 星期四 我們偉大祖國 就是一個作客澳洲 好 點買 各位 我這樣一看報道 好 就報道說他們 昨天 就飛去澳洲 哇 本來是想著爆機去的 但是為免 公眾輿論起見 搞錯是不是這麼奢侈 於是乎搭 普通文行 好了 搭了普通文行 因為 時間非常有限 中國足協特以為球隊 他預定夜行 盡量把商務艙留給球員 讓他可以休息 經過十七個小時的旅程 我覺得很奇怪 中國飛澳洲 十七個小時 你還要轉機嗎 你 暫停嗎 好了 在當地十月號下午四點 就到 比賽場地 阿德蘭德 在那個報道裡面 看到國足後衛流氧 出了個post 說 他 在飛機上面 OK 有個BB 在後面 一路喊 喊足全程 OK 那 片段裡面 他一念疲憊 而且是一個片段 是一個video 還聽到BB的哭聲 北京青年報報道 國足抵達 抵達酒店 後緊不夠九十分鐘 就出發到附近 球場作首次練習 OK 那 不過那個報道 後續就說 後續啊 經過這個 飛行的顛波 機艙內環境 嘈襲等因素 相當的部分 角角無法在機場裡面 所以 國足第二天沒有安排 那間訓練 是讓他們睡到自然醒 那 老實說 我想說什麼呢 矯理老美 首先 說要考慮公眾輿論 你有多少時間 關心公眾輿論 其實包機一個國家隊 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我認為 很正常的 我看完整天文章 我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篇打定底 吵你了 吵你了 你不要吵我 我們吵人大吵 我們累 我們不夠休息 我們地戰時間不夠 說話 老實說 你輸就輸夠緊 吵架 你現在 吵你了 幾點踢呢 星期四下午 香港時間 五點十分 五點十分 應該有得播的 香港 有得播 老實說 你是兩戰零分 是 澳洲好些 排第五 兩戰一分 即是綁美大戰 第五對第六 真是 中國都是 因為我覺得 澳洲出雲來的 真是老實說 人家 你上次對沙庭 喊阿伯 你主場領先一球 我不給別人入 你自己入 主場領先一球 可以反輸的 還要多打一個 全場 如果你想死 幾顆就很難說 我想 正勝兩球就不能走 兩球 兩球就不能走 這一球太危險了 即兩球壓意識 兩球壓意識 真的一樣多少 沒問題的 謝謝先生 謝謝 謝謝